Ryo聊世紀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波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超級隨機喔 好 很久沒有看到超級隨機又來到這麼特殊的地圖了 這張地圖呢 一開始遊牧狀態喔 所以剛進遊戲裡的玩家喔 一定會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驚慌 不知道蓋TC蓋在哪裡 但是波士已經優先蓋下他自己做的地棟TC了 那旁邊右邊都是大量的木銷 跟競技場沒什麼兩樣 那這邊日本人則是開在地圖的中間 這兩邊開局非常有趣 那這場比賽我也是沒有看過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會做什麼樣的一個策略打法吧 那目前日本是三個人去蓋TC 我們先稍微的料倍數讓他們蓋TC喔 先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的環境量也是非常的少 到處都是這種一點點的 小金礦一點點的 真的是各種一點點 那實料部分目前還沒有看到 不確定這張地圖有沒有石頭 欸看起來是沒石頭耶 哇那看起來有可能會打垃圾兵大戰喔 那這場比賽對局的話 看起來會對波士人會有利一點點 那我們就先來講波士喔 波士這個文明喔 TC效率非常快速 而且他還可以不用黃金喔 就可以製造工兵喔 那需要研發銀貫技術 這個波士工兵 研發完之後呢 只要消耗額外的木材喔 就可以製造這個 免金工兵喔 所以無限工兵戰術 就是波士人產生的喔 那他主要還是要打一個 遊俠配工兵的路線喔 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因為他的劍兵不太行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日本 日本則是劍兵非常OK喔 集兵劍兵也是日本武士喔 攻速都非常快喔 有33%的攻速加成 而且強弩的部分也有拇指環 所以日本人打工兵也不會太弱 那他也是比較適合步兵加工兵路線喔 那日本人這個文明這樣打起來的話 其實對上波士人的話 會比較弱一點喔 因為他後期對上波士的工兵的話 可能會沒準 你一定要打戰毛病去壓制喔 好 那日本人除此之外 前期的伐木場跟模仿採礦地 都是半價的 所以他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資源的話 去做灑農鐵的動作或是潘科技喔 都可以喔 所以日本人的話在前期來說 是比波士人喔 會有點小小的優勢在喔 好 那波士人這邊 直接外面蓋了一個模仿來吃囉 然後這邊拉了兩頭豬 這個豬排看起來很好吃喔 好 下面這個豬排快吃完 好 兩邊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可以跟阿拉伯差不多的上 封建時代的時間喔 應該是17-18匹左右 快一點的話 那慢一點的話是19匹左右 現在好像沒有人會打20匹了 現在19匹 或18匹 就是比較正常一點的匹數 因為以前還有那種 村民按到20支的那種開局 哇靠 這麼早就挖金礦啦 波士人這邊直接前線金礦 那我覺得這樣地圖來說 以經濟部分 看起來是日本人會有優勢一點點 因為這個採礦一定都是半價的關係喔 所以金礦這樣採起來 其實日本人是比較省一點點的 那就要看波士這邊可不可以用自己的軍事喔 打出一些逆轉 目前日本前面已經開始維好 兩邊都點下了封建時代 波士這邊是選擇18匹 日本是19匹 差不多就是剛剛說的這個匹數 日本這邊打出了一個3棒棒前壓 這邊應該是要直上裝甲步兵 那3隻裝甲步兵就等於4隻裝甲步兵的傷害喔 因為這攻擊速度太快了 這邊裝TC OK B陣一下 好裝甲步兵要按嗎 有點扣血了 有點扣血不按 這邊先打架 好村民直接上來硬扁 結果裝甲步兵 不是這個棒棒沒有升 裝甲直接快要送光 哇這個波士反打得不錯 差一點就可以收到波士的村民 但是卻沒有收到啊 哎呀可惜了可惜了 好 欸但是他這位KD怎麼 欸他拉豬死一村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欸好像是欸 他怎麼都死了一村1 哎唷他剛剛拉豬可能有死村喔 我可能沒看到 好那波士樓一直在外面蓋模仿 好四處蓋模仿吃野味 然後日本整次 把他當競技場在玩 好還是圍城 直接圍了一個超大的一個領地 完全防守 那波士這邊可能要稍微小圍一下 人家都圍死了 好自己稍微圍一下 好就差不多 好兩邊都出了工兵 波士工兵鎖出來 日本這邊工兵也是按了幾隻 當然補了一隻毛兵出來 這邊工兵數量可能要稍微猶豫一下 不能按太多 因為投資太多的話 雖然沙沙力和強 但這個 你把所有的風險投資在一點 會耗費太多黃金喔 我覺得像日本這樣就不錯喔 先按幾隻工兵 然後配幾個毛兵喔 這樣黃金需求消耗量不會太大 畢竟這張地圖喔 黃金不是那麼多的 要稍微省一下 當然啦 強軍是有他的好處喔 這樣控圖喔 控黃金來說 都有一定的效果 好日本這邊遇到對方 波士這邊插箭塔 這根箭塔 如何拆掉呢 直接硬蓋 但是蓋的人比較少 沒有那麼多 六個人而已 這樣可能要更多一點 對啊 這樣要更多一點才對喔 他有點 還是慢了一點 好這邊直接選擇拿村民去扁 但是後面的工兵山很高 直接把日本射死了一村 OK 這一波交戰是由波士拿下了一村的優勢 但是這邊村民 要跑了 哎呀 工兵直接過來 但是直接被日本蓋了一個牆 收掉 OK 日本這邊防守還不錯 沒什麼太大的瑕疵 雖然守著還可以 雖然損失了一村 但能接受 畢竟這一波交戰 他也損失了四村村民 沒有踩資源 但一來一往 好 那現在換成日本有軍事上的優勢了 毛兵配弓兵 波士這邊也不能繼續出弓兵了 可能要轉一些刺頭出來 那這邊想要先升到城堡世代的關係喔 所以刺頭這個時間點是不會先按的 這邊先按刺頭沒什麼太大的意 等點完這個城堡世代之後 再去按刺頭就可以了 好 那張地圖也是有聖物的 所以待會他們點聖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標的 好 趕快拿 這個地圖 沒什麼黃金的 聖物城堡世代很重要 好 那由波士這邊先點下 那日本人這邊是晚了一點點 給工兵走出來收掉 好 這邊直接雲地撒農田 好 日本人這邊也要準備繼續打工兵了嗎 工兵有在慢慢升 那波士這邊則是升了一級房 還有一級農 日本這邊一級木忘記點到現在才點 顯得有點小小尷尬 好 這邊 稍微繞一下 這邊這個時間點喔 真的沒什麼事情做 所以我們繼續用二位數來看就可以了 好 這邊升到了城堡時代 兩邊會怎麼打呢 先開TC 還是 先伐木呢 哎唷 波士這邊直接買賣一波 有於沒有石頭 所以剛剛有插劍塔的關係喔 一定要買個石頭 才可以插劍塔 不是啊 插TC啊 插什麼劍塔 欸這樣地圖開局是不是石頭也比較多啊 我看起來有點多 好 好 日本這邊再買了一個 一百石頭 好 一百七十六塊黃金 哇真的很貴喔 好 直接3TC開農 大家都沒有想要做一個潛壓動作 反而是想要專打經濟類型的 好 這邊羊羊趕快再吃一下 免費的最香 這個羊 羊肉肉 吃羊肉 好 好 那軍隊部分就是小拉小諾 日本這邊決定要再把正面再圍死一點點 好 這個生物在家裡喔 待會要不要修修道院 有 修道院有出 少女趕快解生物 好 波士這邊戰毛兵已經升級好 這邊稍微出個奴炮或投車都可以喔 好 投車出一下 好 有投車的話正面就可以守住了 但波士這邊也是不甘失落 直接選擇 投車開閘 但他這邊出投車可能會小小斷村喔 好 果然斷村了 反而這個TCDelay太久了 2分39秒 他穿命值少少領先了一點點 反而這個就是為什麼波士新手來練很重要 就是因為 這個運作效率太好了 你一個沒注意就很難斷村了 你就會一直去意識到斷村這件事情 這邊太容易斷村了 所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因為大部分新手在打的時候 就是不太注重這個運作效率的問題 然後可能覺得動個一兩秒啊 或是動個幾分鐘 覺得沒差 但是在波士這個文明來說 就很有感了 好 這邊投車砸一下 哎呀 這個投車不錯 好這邊有點一下救數 救數思想 直接招投死器砸掉了一下 哇 這個投車砸得很舒服 哇 這裡砸一發 這個載毛兵損失慘重 但自己的投車也被換掉了一台 日本這邊有點尷尬 這裡可能會有洞 這個僧侶可能要送掉了 好 僧侶算要點下神聖思想 跟救贖思想 但這邊這兩台投車依舊沒有解彎 僧侶 慘的速度有點慢 左邊這隻生驴還被偷閃 偷偷被拒掉了 波斯這邊的公司比較猛烈 波斯這邊的木頭 非常的多 這邊可以考慮先行買賣一步 先賣個一千木 因為這一個地方 沒什麼黃金的關係 所以這裡前期買賣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這邊也是 這時候買賣木頭 是非常賺的一件事 城堡師在賣木頭 可以賺很多錢 要賣呢? 是我就賣木頭 好這邊是選擇了下了非常多的馬舅 難道是要城堡爆一波輕騎兵殺了一波嗎 好這邊可能要再嘗試圍好一下 好兩台駝車退到了後面 槍兵能做...被自己駝車砸死這個勝率 好果然這邊賣了大量木頭 日本這邊直接賣了木頭點上了帝王時代 在這裡就要不要看日本要不要投資一堆黃金 去買石頭蓋一棟城堡出來 如果要蓋城堡的話覺得這個位置還不錯 正面這個位置蓋城堡 建立一個基地 需要面挖黃金會比較安全一點 POSE這邊是沒有想要上帝王時代 反而是點出了一擊馬鎧 這個馬鎧點下 不確定他現在要打什麼 現在打騎士有辦法爆太多 打輕騎兵是不錯的選擇 好 輕騎兵果然按了一大堆 大家這邊決定不上帝王時代是個好選擇嗎 日本這邊防守可能要再尾一下會比較好 這邊動很快就被打出來 這邊還有一個小洞 這個一個 好這毛兵走路進來 這邊看一下 欸! 砸到了一隻戰袍兵 手下 砸到一發 好痛 一弓一補下 這邊是採用了輕騎兵戰術 那其實日本也可以打輕騎兵戰術 雖然沒有三防 但其實跟一般波勒斯的親騎兵是差不多的 這邊日本是直接上到帝王時代 這邊直接想要打一個擊兵戰術吧 擊兵戳爛 長槍兵 進來 看到對方有肉嗎 長槍兵直接上來硬戳 勝率趕快收 這邊可能想要先第一時間打掉勝率跟頭車 親騎兵這邊衝進來戰術非常不錯 但是勝率全部收了進去 頭車被換掉一台可以接受 但後方親騎兵直接進來騷擾 有點麻煩 後面這邊要趕快盡量收村 親騎兵現在有1攻傷害非常的猛 這邊大量存命可能要原地反擊會比較好 這邊一直吃TC傷害 這邊這邊 繼續TC被壓制 頭車出來砸一發可以一換二嗎 沒有 在抬頭一發 極限收掉 OK 頭車這樣子一換克沒有懸念 更多的日本的長槍兵走出來攻速非常快 戳掉一堆肉 後面的長槍兵趕快過來救一下後方村民 這邊村民被拉開了 81村打100塊30村 哇 波斯這邊村民效率運轉太好了 直接來到了領先快50吋的村民 這就是波斯各位 TC太快了 好 日本擊兵已經準備好 但日本這邊要有打波斯工兵的話 需要買一棟城堡出來 然後點下銀罐才可以打這個免費的工兵戰術 日本這邊投資了大堆的黃金在石頭上 這邊看來是打算要來下一棟城堡 目前還差15還要差210喔 因為這裡沒有石頭可以挖 不能多挖個15蓋一個650的城堡 好 結果這邊由波斯再買了一堆石頭 看來波斯也是想要打波斯工兵 看來日本出這麼多擊兵 會受不了 那由於波斯沒有三級射的關係 所以他的戰寶兵傷會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這個時間點趕快出波斯工兵確實比較有效果 好 這一根城堡插下去 能插得起來的話 這邊黃金可以很賺 而且還可以賺到日本的一個TC 好 日本這邊強襲買了石頭 直接來個對保 那日本這邊有相當大的優勢 因為日本現在是帝王時代 待會再跟城堡建立起來 均勻投資機的話 是可以很快拆掉波斯這邊的這棟城堡的 好 這邊疾病再度出來 那這邊可能趕快優先研發波斯工兵喔 好 一有資源就要趕快去投資一下 好 家裡還是有很多小量黃金還沒有新挖 這邊是有新挖外側的 好 波斯這邊慢慢路線進去 這邊直接不管你家裡TC跟箭塔的射擊 直接把大量戰往裡面送 波斯這邊終於有彈道學 毛兵不會那麼砲了 來看一下 OK 當然沒有三級射喔 傷還是差了一點 人家的疾病已經有三防 坦度來說還是有一點點 好 疾病收掉裡面的肉 好 外面的部分 巡頭實機已經開始在生產 這邊趕快蓋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出點衝車喔 來擋一下 好 波斯人這邊打得很好 村民來到了一百塊五十村 那這邊有盡可能把自己人口標到最高的情況喔 然後自己的科技都攀上去 然後資源夠多的情況下 再去敵村就好了 這個遊戲很重要的一點喔 就是 人口數也是經濟的一環 所以你的人口越多 其實越好 好 這邊村民 再戳一下 村村村村村 這邊波斯灑了笨多的農田 這邊農田怎麼都不見了 完蛋啦 波斯弓兵來不及研發號 這棟城堡就要沒了 完蛋了 他沒有第一時間研發波斯弓兵 那這棟城堡見起來沒有意義了 沒有波斯弓兵的... 他有嘛 他有研發喔 我來看一下喔 等一下他按工兵有沒有寇黃金就知道了 稍微注意一下 好 這邊先點下地龍時代 沒有波斯工兵的波斯 就宛如沒有... 牛肉麵裡面沒有牛肉一樣 少了一點靈魂 好 這邊陰暗工兵 欸 工兵到底有沒有在扣啊 看不太出來 我們倒回去看 這邊黃金 400黃金 幹 要挖黃金耶 呵呵 他波斯工兵沒點完耶 尷尬了 他想要挖黃... 果然沒有點銀罐啊 我剛剛想說沒有看到 他這邊真的是硬...硬蓋啊 硬出這個...工兵出來 好 那這邊日本... 南京點下了二級弓 攻擊慢慢點上去 好 這邊... 弩兵輸出非常好 但沒有波斯弓兵有點麻煩 大會還是要找個機會喔 去...再蓋一棟城堡 再點出波斯弓兵來 好 這邊...工兵稍微拉扯一下 不要...讓對方的...日本的級兵互打 因為日本的級兵傷害很高 輸出夠快 我覺得...在遊戲一面喔 攻擊力跟攻速這兩者之間 我覺得攻速是比較重要的 但是攻速...超級快 很難產的 這邊要被射了 唉唷 像有攻速加成文明喔 像保加利亞 還有蒙古 還有這個... 這個誰? 伊索比亞 這些都是有... 單位攻速加成 玩起來都非常有威力的 但你們會發現這些文明喔 同時沒什麼經濟加成 日本也是 但日本比較特別喔 如果是有海途的話 還是... 還是有加成的 這個漁船 這就是...軍事太強 需要給他們一點Nerf喔 不然會太強 那賽爾特人為什麼勝率會這麼高 原因也是這樣子 攻城其實攻速太快了 然後...又有這個伐木 經濟...也不錯 沒什麼問題 所以賽爾特人不管是團戰單挑 勝率都不會太差 好...但是...這邊...能收下嗎? 唉唷!剩五滴血啊 沒有收掉 好...這裡要再買一棟城堡嗎? 現在波斯這邊在存黃金 轉戰毛分大洛馬 那這邊波斯的優勢 就是有大洛馬的優勢喔 但日本沒有 而且日本也沒三防 所以現在... 波斯這邊最好的做法 就是趕快找洞喔 鑽進去... 打爆日本 日本這邊的防禦喔 則是要下一堆大石牆 不要讓對方打出個洞來 好...現在連化學還沒有點 麻煩了 有化學會比較快一點 好...但戰毛兵慢慢憋了起來 日本這邊也沒有傻傻的一直出疾兵 好...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交換了 好...這邊肉馬果然想要突圍 但裡面有一隻...頭車 無情輸出 大洛馬的數量越來越多 這邊用大洛馬去解正面的戰毛兵 但後面有疾兵在輸出 所以洛馬只能砍到幾刀 就會直接倒地 這樣換起來的話是日本人比較賺 波斯這邊很虧 好...那其實波斯這邊路線喔 就是趕快買出一棟城堡 按下波斯攻兵 然後轉出大量的便宜的免金奴兵 加上戰毛兵喔 就可以直接康復這些單位了 再適時出些肉馬就可以了 這邊射箭場一定要夠多 好...這裡有1600黃金 要不要買一棟城堡呢 城堡要不要蓋裡面一點 蓋這個位置好像不錯 好... 不要讓對方有輕而易舉 攻擊到自己的... 城堡的一個... 內城堡位置會好一些 因為如果你像城堡蓋太外面的話 巨頭很容易拆掉 好...這邊工兵稍微壓制了回去 反正對方戰毛兵也是在持續輸出 工兵數量越來越少 要不要買一棟城堡 再買一棟 好...疾兵持續壓盡進來 上方想要突圍 但沒有辦法 反正讓一些疾兵正面反打 哇...這裡有洞喔 這個洞應該是日本自己第一洞出來了 好...現在雙... 現在是...全面進攻 上下都出兵 好...日本人這邊已經把自己的... 斧風魯魚點滿了 三級攻一點下 垃圾大戰不可避免 波斯這邊選擇的是火炮反擊 不蓋城堡 想用肉馬關戰毛兵打 好... 但是波斯這邊受不了打出了GG 本來這邊是波斯經濟非常好 村民領先非常多 日本這邊反正村民只有一點點啊 97村 100多村而已 但最後是由日本拿下的勝利 我覺得這個城堡打得非常關鍵喔 日本迅速拆脫對方的城堡 讓波斯沒有辦法轉出免金攻兵喔 然後找回這次的逆轉 那...如果這個城堡拆得太慢 讓日本有這個免金攻兵的話 可能這一場比賽又要打更久了 可能就沒那麼好收下這場比賽 那日本這邊轉兵也是轉得很及死喔 急兵跟戰毛兵都轉得很好OK 那日本後期有點黃金的話 可以再出點日本武士喔 但我覺得也沒必要啦 直接就去出這些垃圾兵 然後配工程器 不管是出衝車或投車都可以的 那後期喔 可以再考慮出點肉麻也是可以不錯的選擇 畢竟跑速跟品種都有 出現騎兵也不會太長 去騷擾村民來說還是很夠用的 然後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這邊來 稍微看一下 波斯這邊經濟運轉效率非常好 零十籌黃金九千八木頭是兩萬七 木頭是三萬 十五兩萬七 大概還是贏了蠻多的 這個村民的TC效率實在太好 村民爆得太快了 但是還是有點缺席喔 就是他的一個戰術選擇 並沒有非常的明確喔 自己該打什麼優勢出來 這個波斯工兵這個是他的關鍵喔 但是他卻沒有點出來 如果真的有點出來的話 真的是可以贏日本喔 我覺得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畢竟還有大肉麻 然後後面再把這些剩下金歪一挖 轉出這個遊俠 直接逆轉運波也是不錯的選擇 不要說出遊俠 出這個投車奴炮也是可以喔 那我覺得日本這邊打的比較好的地方就是 石頭城堡買得很及死喔 他沒有猶豫喔 所以這個城堡正是他的關鍵點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讚